脂肪酶是一种能够分解脂肪为甘油和脂肪酸的酶类 它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体内及微生物中 如一线脂肪酶、长脂肪酶等 微生物源的脂肪酶通常通过发酵工艺生产 如驱酶和甲丹包菌等 不同的脂肪酶来源对应不同的产地 比如工业生产的脂肪酶可能来自具有大规模发酵设施的国家 脂肪酶的别名包括脂解酶、甘油脂水解酶等 关于脂肪酶的流行说法 脂肪酶常被称为减肥助手 因为其帮助分解脂肪的功能 有时在减肥产品中广泛宣传 但需要注意的是 脂肪酶作为消化酶 并不能直接导致减肥 主要成分与药用价值 脂肪酶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 它能催化脂类分解 有助于脂肪的消化吸收 在医学上 脂肪酶用于治疗 由于脂肪酶缺乏引起的消化不良 如慢性一线炎 一线切除后患者的辅助治疗 中医学角度分析脂肪酶的价值 中医没有直接提到脂肪酶 但有健脾化湿 形气活血的概念 脂肪酶帮助脂肪分解 可以理解为助于化湿消质 符合中医调和脾胃 去施血的治疗原则 西医角度分析脂肪酶的价值 在西医中 脂肪酶主要用于治疗 一线外分泌功能不全 帮助分解食物中的脂肪 促进营养物质的吸收 减轻一线的负担 基因表达层面分析 脂肪酶的生产 受到特定基因的编码和调控 例如一线脂肪酶 由Penlip基因编码 其他基因或转路因子 可能调节这些基因的表达 影响脂肪酶的水平 一经角度分析脂肪酶的价值 一经中强调阴阳平衡 五行相生相克 脂肪酶帮助脂肪分解 促进身体代谢平衡 可以从一经的角度理解为 维护生理平衡的一种作用 适应症与禁忌症 适合使用脂肪酶的症状和病名 消化不良 一线外分泌不足 囊性纤维化等 不适合使用脂肪酶的症状和病名 对脂肪酶过敏 急性一线炎等 脂肪酶的吸收率与搭配使用 脂肪酶主要在肠道内作用 不被人体吸收 与其他消化酶如蛋白酶 淀粉酶等配合使用 可提高整体消化效率 脂肪酶的用量 脂肪酶的用量 应根据具体产品说明 及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来定 3国际主动健康管理方案中 含有适量的脂肪酶 并通过专利输送技术 和细胞吸收技术 专利配方提高吸收率 营养和药用价值 请参考使用 特别声明 若有疾病 请遵医嘱或营养师建议